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exter海豚范之鸿 那我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中小型股窜起 这次会不一样吗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台积电终于休息了 那台积电休息之后呢 今天的多功能的加速比例 还是说这个涨跌加速比例都有变好 那上礼拜五是没有这个公开分享 你已经比较可惜 不过在周报里面其实有提到 就这次的多功能加速在星期五的时候 基本上有见到初步的多功能加速下降 跟那个空头加速下降 跟多功能加速转为上升 等于说进入个收敛 所以等于说 这个算是说在讲的时候 海豚自己也是觉得有点矛盾 因为星期五贵也是大跌的 可是大跌过程 结构却慢慢转好 那原来可能是为了今天还去做布局 这个今天整个多功能加速是持续的收敛 就等于说结构还是不好 但是至少比起之前好多了 那海豚记得上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有提到 就是在之前这种行情好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筛出来的符合强势条件的股票 就没有在二重二筛选的话 可以筛到五六百只 但是问题是在最近两个礼拜怎么筛就是两百多只 所以你就知道说指数虽然最近是在涨 但是整个结构是很不好的 跟这边来比的话整个结构是很不好的 但是在周末看的时候也还是两百多只 只是说短线第二层绿网筛完之后的股票 基本上有变多 之前上礼拜四之前 大概都筛到可能只有六十几只股票 但星期五会变成八十几只 所以等于说整个的结构的确慢慢有好转 所以就归功于台积电你终于休息了 所以我们中小股票开始有机会抬头 所以现在这边海豚之前说的黄金时刻 然后如果你的持股有撑过这段时间的话 接下开始应该慢慢有机会表现 但你可能跟海豚一样 有些持股就没撑住 可能就需要去做降部位 或者是去做停损的动作 或是活力回吐出清的动作也没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持续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族群出现 那长天多头加速部分 见底上今天虽然多头加速没有拉起来 但空头加速有转为下降 所以等于说一些跌升的股票 可能开始有些人反弹 就回到整理状态 所以让这个空头加速慢慢的减少 但是你说整理状态转强的股票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很多 所以整个结构是没有更差 短线的话是动作加速有慢慢的好转 所以就好好期待一下 接下来如果指数真的因为可能说要准备要选举了 就美国11月5号要选举 然后可能11月1号还有飞龙数据 然后大选完11月7号又有什么 又有F1C 可能因为这些大事情都挤在一起 所以下市场可能呈现一个观望状态 观望状态呢 看就看台湾的内子 有没有机会去对这些中小型国上下其手 让这个中小型结构出现进一步的好转 那稍微先回来看一下指数 其实指数竟然没什么好讲 就是高档震荡量多 那星期五呢 因为没有公开分享 我再还是补一下 因为星期五是台积电带动大盘 去过了什么 去过了10月5号的高点 所以等于说短线多头 再次回到一个强势的阶段 强势格局 所以等于说星期五的第一点 23378 只要没跌破 这边就是强势看带 就强势看带 那跌破我觉得也不要顾虑紧张 因为都还是在投放 只是差别是在于强势还是弱势 那跟进一步看的话 还是要看整个族群轮动的状况 有没有维持下去 那贵买的部分也是一样 星期五大跌 那今天又涨回来 那我们就看 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够 顺利去挑战9月的高点 因为这边要去突破 整个中小星星才会更好一点 这也会是接下来观察重点 那今天这主要是跌金融 今天金融跌了1.66% 跌幅是比较大一点 那电子跟飞机链倒是震荡 好那再来的话 强势族群 好第一个呢是连接器 这个万序 那是今天涨停 星期五好像大跌吧 星期五好像大跌吧 对啊 大跌还跌破这个大量低点 大量低点 然后今天呢 又涨停 看来是有点 把人家甩下车 甚至换手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红字啦 红字 其实连接线这个族群 其实已经盘整整理一段时间了 那这红字 整理的状况也不错啦 就是差一些自习量 一些进一步的条件 不过今天是涨了4.15% 然后再来就是茂连 这茂连其实海豚在 海豚炼金市 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个是长线涨幅非常正向股票 那今天收盘是创新高 不过可惜是 没有带量去做攻击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连接器 或是连接线这个族群呢 目前看起来是 稍微有一些族群性在转强的 那高速传出算 今天整体很强啦 不过像 5269的翔索 建议上是弱势股去做攻击 就有没有像前面刚才提到 这个空流加速减少 可能就来自于这些 低档大涨的股票 那再来是 再来是像这个普瑞跟安国 建议上这个状况也是比较偏 像弱势在低档在转强的 结果不能说转强啦 低档就是出现一个大红棒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连接器 是族群性是比较好的 那高传出算IC就比较偏向落后 或是弱势股在反弹 那电源管理IC呢 表现就相对好一点 像是6415的CDKY 虽然很贵 不过目前是维持在一个强势的阶段 就是海神讲的嘛 当这个族群 个股 这个大家都在转座跌破际限的时候 它还在越线之上 其实就有机会 在下一波去做攻击 那另外像是6138的茂达 在P-MIC的 一起 这个也是在维持强势在整理 不过它缺点就是 这个长期均线的排列不对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那就看这消费性 或是它的一些 在DDR5部分的 这个状况 后续的阶段状况 会不会优于市场预期 但至少目前技术面 看起来是慢慢有好转 那再来就是6799的来劫 这个就是弱势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目前族群开始慢慢有出来 那当然说今天整个高价的IP股 其实整体也有一起上涨 不止IP啦 整体的高价股其实是有一起再去做攻击的 虽然技术面未必是好的 但是至少说有看到高价股曾经在攻击 代表说这个内置开始有回来 再去做这些股票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这后面的表现了 后面的表现 那今天分享答案就简单到这边 不不不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再来就是海灯的这一档 上个礼拜选出来的营收强势股 周线看 这个今天 星期一 直接又来了一个红棒 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上礼拜的高点呢 这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虽然星期五呢 海灯有被甩掉一点点 就是按照计划 SOP有破线去做个减码 不过没关系 我们手上还有部位 我手上还有部位 那假设明天有出现一些什么状况 海灯会把它买回来 这是在今天手码营里面 其实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呢 大家想要知道海灯要讲什么 记得赶快去免费服务表单 交予海灯的索码学员 就可以知道海灯今天到底 对这一家公司 接下来动作要怎么做 我们又给大家做一个策略的分享 好 那在这礼拜没什么大事情 就是星期三 美股盘后 就是礼拜四早上 有Tesla财报要公布 那星期五有密大消费者信心 再来看市场怎么去做反应吧 好 那先分享到这边 做打操作顺利 那我们就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雇111 尽管投雇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